如果你现在要是看见他了 可能他手指上的红油膜还没干呢 我去找他 哎 小雷 现在去的不是时候 你现在找肖肖只会适得其反 而李绍飞呢 会推波助澜 你是警察 如果你要是为了肖肖跟李绍飞打起来 吃亏的是你 李绍飞他没单位管 而你就不一样了 什么都让你说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随他去吧 昨天晚上李绍飞还催着我跟他结婚 现在就 小雷 你都看见了 人简直太可怕了 要不是到了今天 我真不敢相信肖肖真的会离开我 算了 小雷 我现在好多了 该我劝你了 你就想开点吧 其实这一切很好解释 我想 肖肖或许是爱你的 可是在这现实的世界里 爱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 你也不可能满足肖肖 除了爱以外的其他需求 他想出名 想赚钱 可这一切都得靠金钱铺路 而你没钱 也没有找钱的路子 像肖肖这么聪明漂亮的女孩子 想得到钱简直太容易了 只要他肯放弃爱情 那么一切都手道勤来迎刃而解 没有 李少飞到底有钱吗 那里看跟谁比了 跟葛振海比 他就是穷人 而跟你比 他就是富人 他跟葛振海熟吗 熟可能谈不上 不过他好像特别恨郑海公司 为什么 好像是听他说过 他被正海公司骗过 帮演 在李少飞的朋友里 有没有一个叫严硕的人 名字很熟 好像有 但是人我没见过 我好像听他打电话给过这个人 说什么你还能记得吗 具体的想不起来了 不过 我好像听说 他想和这个人做笔买卖 但这个人没同意 什么买卖 哪怕之言骗语的也行 是条码还是密码 我真想不起来了 我当时就没往心里去 小蕾你问这个干嘛呀 没什么 我这跟你没关系 我一个朋友托我找个人 这个人说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都死了 就剩下孤老太太一个人 孙子去了韩国 以前有个什么侄孙女 偶尔还来看看她 后来嫁人了 也就不来了 我看 去韩国的这个孙子 应该就是大青瓜 有可能 这么多年了 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回来 那不太容易了嘛 而且有这么个老太太 他离不离开南海 谁知道 很难说是吧 哎呀 上午我在市里开会 又挨岔了 葛振海那个五十万 招商大厦的十五万 都是挂在我脖子上的雷啊 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了 你得替我坐近呢 啊 王军 队长 什么事这么急啊 你这么说 李少飞是最大的嫌疑人了 对 证据呢 嗯 你不能光凭从他女朋友嘴里掏出点支烟片 也就抓人吧 现在的人都懂法律 你想炸点什么 准把自己给搁进去 必须先找到严硕 可上哪去找严硕 有人说他去新加坡了 有人说他没去 像他这种既没有本地户口 又连个正式单位都没有的主 很难找到 所以我建议从李少飞身上打开突破口 第一 李少飞是被父亲抛弃的葛振海的同胞弟弟 第二 振海公司坑骗过他 队长你想 如果李少飞知道葛振海是自己的亲哥哥 那葛振海能不知道李少飞是自己的亲弟弟吗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从他们俩身上做文章 小雷分析的有道理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 可能就超出了你我的想象 咱们才更得慎之又慎 一定要找到严硕 林队 电话 我去接电话 喂 喂 大田 是我 说呀 无名女事案破了 就是那个大院 说着回老家的妇女 叫多兰 她儿子叫姚海 她是这样 姚海一看见我 拿着她母亲的照片 到监狱里去看看 当时就哭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呢 她先来个总统道道 长得走了 据她讲呢 她妈当时知道她拦路抢劫之后呢 逼着她自首 二人发生争论时呢 姚海一把把她妈推倒了 结果呢 郭兰的头部啊 正好撞到炉檐上 当时就起觉身亡了 姚海因为她心里非常害怕 所以趁着半夜没人的时候呢 悄悄地把她母亲的尸体啊 埋在了隔壁的库房院里 因为这个院一般没人去 所以呢 一直没被发现 事隔两天以后 姚海跟邻居谎称啊 她母亲回老家了 然后自己呢 就去关局团案死守了 一直关到现在 哦 还有两个月就行买吃饭了 我来的还不算及时啊 哦 队长啊 我呀 搂草打兔子 还炸出一起案子来 什么案子 据姚海交代啊 她在拦路抢劫之前 还被雇暗杀过一个人 叫什么 叫吴立 队长 叫是吴娟的姐姐 咱们一直没有破的那个案子啊 这个组终于找到了 喂 队长 你听着呢吗 听着呢 哎 那个 你回来以后咱们再说吧 啊 好好 你辛苦了啊 好 再见 大田把吴明雨室案给破 这也好啊 这大田运气怎么那么好啊 案子一个接一个都破 光看见贼是肉 没看见贼还打 这个大田的儿子 这两天净吃方便面了 哎 老柯 您瞅瞅您这比喻 小晓 对不起 都是我给你带来的不愉快 真正的不愉快 并不是这件事情本身 那是哪件事呢 是人可怕的欲望 你自己不包括在这欲望之内吗 iosa 这个 召唯 再好 oda 就 他 我 你 他 他 好 我 然后 我 一个 一个 一 一个 一 一个 一个 一 一个 一个 就是 什么 对 你 起来 就是 就是 看看 能不能 接 这么 老师男人 我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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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的 我俩的 你说萧萧 这不会是在考验你吧 考验 这么说 你一直在考验我 对那个电话 你一直耿耿于怀 是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 这个人是谁 有什么意义吗 难道我想知道 这点不算意义吗 我能听听吗 可以 我知道你会再来 你为什么感到自豪 你知道我最喜欢 哪个电影人物吗 不知道 Face God 阿根 嗯 你还记得那电影里头 阿根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不知道 就那句 他说 虽然我不聪明 但我知道 什么是爱 说得多好 我每次看到这样 特别感动 有时候觉得 真正的那些聪明人 还不如人家阿根 打电话的人 一定不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 感觉 我觉得 这个人是个自恋狂 在卖弄自己的聪明 那 那 那你觉得范颖是这种人吗 不是 范颖很聪明 但他卖动聪明的方式 是虐待别人 你看着吧 他绝不会放过我的 那我倒很想知道 他会怎么处置你 别急 你不会错过这最精彩的一幕的 我觉得范颖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会吧 为什么 这么大的蓝海市 能打这种电话的人多了去了 范颖认识他 我不信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告诉你 凭我在电台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经验 敢打这种电话的 没有几个人 你的意思是 范颖肯定认识这个人 笑笑 你为什么宁可和丁小蕾炒番了 也要和我来往 谁说我和丁小蕾炒番了 雷少飞 我可警告你 你别把你和我和小蕾搅在一块 完全就是两回事 那你 不觉得对不起范颖了 不觉得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对不起他 不觉得你 你哪 你不觉得 我会继续 对对 你们对这挺熟嘛 来来 请坐 你为什么辞退他 他可能是得罪黑道上的人了 我是做生意的 我这儿不能有惹是生非的人 所以就把他辞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一个月前他来这儿找工作 鼓打得不错就留下了 就这些吗 我知道的就这些 那好吧 谢谢你了 如果他再来找你 麻烦您给我们打电话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联系电话 他犯了什么事 现在还不清楚 打扰 黄局长 110高级的一个叫严肃的人 打来的警报电话 你看这是电话记录 你把林志春给我叫来 是 吴隽 你好 你好 你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 97年暗杀你姐姐的凶手 抓着了 是吗 你请坐吧 吴隽 难道 这不是你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事情已经这样了 即使抓到了凶手 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由你们官局处置吧 吴隽 你怎么能这么说 怎么会跟你没关系 你是市主 案情要重新调查定性的 三年前 你不就判了这一天吗 这是三年以后 就是抓到了这个混蛋 我姐姐她好得了吗 你怎么变得一点血腥都没有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听说林队长来了 吴隽 叔叔和我得见你 你好 请坐 吴隽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林队长是来调查股市资金被倒化的情况 这是好事 说明我们这个案子破案有希望 林队请坐 林队长 我跟你说 这案子要是破了 我一定去官局 给刑警队摆青锅牛 再送一辆汽车 林队长 吴经理可是我们公司的顶梁柱啊 这人要是有本事啊 脾气就大 我就是当老总的 有时候都得让个三分 对不起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走了 哎 吴隽 林队长 你们人都这样 一会儿就好 喜怒无常 来来来 坐坐坐 还是说说咱们的案子吧 还是说说咱们的案子吧 你可回来了 来来来 刚才 严硕打来举报电话 说是阳光低厅的女老板 伊尔的情人沙狐狸 就在低厅里没走 严硕 对啊 咱们这个案子成了连环套 对了 刚才丁小雷来过电话 说他找了伊尔调查严硕 结果严硕就是昨天晚上老李带人 把他找出来的那个骨手 伊尔以为那些人是冲着杀狐狸来的 惊了 结果今天刚把严硕辞了 我看严硕打这个电话呀 是为了报复伊尔 消息准确吗 那就看今天晚上结果了 丁小雷 怎么 又来让我看图纸啊 这次不是 那行 里边坐吧 我密住请丁架了 屋里乱死了 随便坐 喝水吗 不喝 抽烟 不抽 什么麻烦 哟 爱到永远 挺山情的 什么时候好像学生拍电视剧了 不是 人家的 萧萧的吧 你都知道了 这有什么可瞒的呢 小雷 其实我和萧萧 咱这事 不行 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已经约了人了 那就看你回答问题的速度了 要不 咱们改天行吗 你这么着急 我约了一个投资商 我约了一个投资商 一起吃饭 小雷也去吧 对 李超飞 你自己不是有女朋友吗 干嘛老掺和着别人女朋友的事 我 川总 拿笔记一下 李超飞 我们现在在调查一起案子 现在想了解点情况 希望你合作 好 你说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一定说 你认识葛振海吗 在蓝海做生意的 恐怕没有不认识他的吧 你应该明确回答认识 还是不认识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那你认识颜硕吗 颜硕 不认识 他是干什么的 你好好想想 在你认识的人里 有叫颜硕的吗 他原来在证券交易所工作 我不用想 不认识 范颖呢 你认识吗 丁小雷 你这是去意挑衅 小雷 干什么 上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可千万别让人看出来 你的身份一报 那就全完了 好 你小心点 再见 约会起来 我看你现在神神秘秘的 都快干你男朋友那孩了 忘了你我走了 赵晴 修修 你到这来干嘛 看病啊 不 我是来找你的 你以前 你以前经常和吴娇来这儿吗 不常来 不过只要出来 我们基本上在海边走走 尤其是夏日傍晚的海边 尤其是夏日傍晚的海边 就是一个人出来走 心情也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海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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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 真的对不起 昨天晚上的事 我睡得太难了 其实 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并不生气 可是你当着吴娇的面这么说 我就接受不了 你这不是报复吗 因为她伤害了你的自尊心 可你是一个大男人 连这一点伪势你都受不了 去报复一个已经很可怜的人 对不起 这件事 我确实感情用事 我觉得这话你不应该跟我说 应该去跟吴娇说 那我可就说不着了 我也是个女人 我觉得 吴娇昨天晚上可能连死的心都有 其实你这么做 说明你还在爱着她 禁止 天晚上 连福 我们跳脸 今天我请你们吃饭吧 为了庆祝您新剧本 对了 孙子 您还喝可乐就给你吧 小蕾 你这存心破坏安宁团之大好局面呢 孙子 你属木头 说话呀 那个我们俩刚才 我们俩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还说你来着呢 说我话话了吧 没有 先听我说 我有吴君的最新情况 你只是不肯承认罢了 有那个必要吗 爱是不可能忘记的 你爱了他那么多年 突然发现他是那样一种身份 你肯定觉得自己被感情愚弄了 所以 现在要是还说你爱着他 可能连你自己都接受不了了 你一点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女人很敏感 而且很多疑 你不知道 过去我确实很爱她 但那种爱 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依赖和想象上的 我们甚至从来都没有说开过 完全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过去我一直认为那种爱才是至真至纯的 那你现在否定呢 我现在觉得我很幼稚 自从那天我看见他和葛振海在包厢里的情形 我心里的感觉一下全美了 难道你不认为 他是因为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这样吗 小艾 对于爱来说 那不是可以原谅的人 我表妹说 吴娟一回到家里 就关上礼物的门和他姐姐在说什么 然后俩人就哭了 哭得还特别厉害 然后 我表妹只听到里面 知识片语跟说什么 死啊 活啊的 而且还听到了葛振海这个名字 小蕾 你说他们遇见什么事了 我哪知道 肯定是不痛快的事了 来 赵琴 肯定饿了 赶紧吃吧 我怎么一想到是花你的稿费 我就吃不下 哎呀 你有完没完 小蕾 你真的不想再听我解释吗 你不用解释了 看你都解释过了 你解释还有必要吗 好 那我就不解释了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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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拦他 连我的心都拦不住 你还能拦得住 这叫什么事啊 吃饭吃饭 这路不通啊 得转移路线 你的感情也转移了吗 说出来你别不高兴 我好像刚刚私里逃生 最痛彻的感觉就是疲惫和厌倦 我对这种感情不想再做任何体验 我很理解你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你才让我感觉到很亲切 就是因为你能理解我 我才感觉到一切放松 咱们两个成难兄难弟了 哎 你有没有想过 昨天晚上吴卓为什么突然来找你 他找我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我谈 可能他万有没有想到你演这么一出 所以他有一点乱的方寸呢 今天我到镇海公司去找他 他对我非常等待 就连查他姐姐被打的事情 他都拒不配合 怎么说呢 平时看你那么沉稳冷静 昨天晚上恐怕失策了 你不应该带着我 说不定 他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别说了 我已经意识到了 可已经也晚了 哎 好 我马上行动 还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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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声音 我会想走 我去做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他也不开心 你不开心 你怎么不开心 你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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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呢? 你說咱倆在一起辦案子那麼長時間 別人不瞭解你,我還不瞭解你嗎? 你有的時候太主觀了 猜疑心強,對誰都不信任 陳帥,你給我閉嘴,行不行? 不行,我告訴你 這麼長時間就是因為我太順了你的 才把你做成現在這個樣 該死你不是就不嘹萬一 這種人、不一聲 雖然你根本不不撹看 你看她一定有很多 我也不想要不得 我對你 是 為什麼 我愛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队长 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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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叔, 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啊 对不起, 让你们久等了, 你们找我有事吗 找你了解点情况 哦, 哪方面的 咱们出去找个地儿说吧 好啊 我来阳光低厅那么多次,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的本来面目 你正好说反了, 你们是警察吧 你怎么知道 只有警察才会这么理直气壮, 需要多长时间 不一定 好吧, 走 陈叔啊, 我有女生 有的时候事情变化之快 会让自己都措手不及 那是因为你只让别人看到了结果 而隐去了过程 是的 现在我是这家低厅的老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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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